你好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 迎在地球村 我们提到这个牛头牌 你们会想到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介绍不是沙茶匠 而是拖鞋界的南霸天 也是牛头牌鞋 讲完他们家的这个拖鞋 其实是从这个机能鞋起家 像是早期农民那个踏米鞋 还有机车族的这个刹车鞋 还有一些学生他们的反部鞋 运动鞋 他们可以说是卖得非常好 但是自从国际品牌的运动鞋 大举的入侵台湾之后 这个生意是越来越难做 因此他们这个二代接班 回家接这个家族事业 其实也别无选择的 就是只好思考这个转型 结果靠着这个拖鞋 不同功能的这个拖鞋 打响了名号 我们先带你去看看他们的鞋子 彩绘着世界国旗的人字 托挂满墙面成了足下联合国 根据统计 全球每15位成年人 就有一位正穿着人字托 市场容量超乎想象 为在台南归人的一间台湾在地鞋场 他们不只卖人字托 还卖故事 仔细看大家的眼睛 眼睛都刚好是看着这些小黑鱼的方向 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我呢 我只不过是长得黑色 跟你们方向不一样而已啊 你们为什么这样看我 难道天才就要被排斥吗 但是后面这边的鱼是告诉他说 这里是单行道啊 你要遵守规矩啊 你这样子逆着方向会跟大家相撞啊 所以很多种想法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一体两面 那我们是借着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要跟很多人做一些文字上啊 理想上的一个沟通 一双会说故事的鞋让市场耳目一新 人称牛叔叔的魏柏庆是品牌第二代 讲到牛头牌大家都会联想沙茶匠 然而牛头牌运动鞋 其实曾是市场的难霸天 在90年代进口品牌强势竞争下 一路面临收摊 是魏柏庆开辟新蓝海 让牛头重新抬头挺胸 一讲到篮球鞋一定想到Nike 一讲到足球鞋就会想到爱迪达 一讲到慢跑鞋就会想到New Balance 这些国外的品牌他们都非常的强 那即便是举全公司的资源跟资产下去投资 其实也比不上他们一年的广告费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比赛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样子的过程 我们就找他们没有注意到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就推入到整个的脱鞋类 魏柏庆接班后观察进口运动鞋 几乎已经是寡占市场 硬拼只是一乱即失 他发现嘉义以南的人口 穿脱鞋机会多 时间长 再加上人字托有时尚化趋势 于是大胆走自己的路 研发抗压吸震 矫正站姿的机能脱鞋 减轻足底筋膜炎患者的痛苦 也让消费者重新感受 原来脱鞋也可以和舒适画上等号 当我们站正之后 我们的身体稍微往后寝的时候 这个最高点会有一个空缺出来 我们再往前一点点 我们会自然而然会去找到 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点 当我们开始站正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小腹会往后缩 那往后一缩之后 我们的背部 我们的背部就自然而然的会挺直 为百姓脚下踩的人字托 叫做土豆鞋 正是他的自豪研发 混合17种素材调制成环保原料 载由工厂一体成型射出 整双鞋轻量柔软贴合足弓 适合九站足 热素完成的拖鞋得在硬化前线定型 师傅们用不同大小的楦头 把尺寸拖出来 然后再修边 别小看这步骤 其实藏了门内玄机 穿上模具的拖鞋并排靠在铁条上 用意是压出前端尾翘的鞋头 接着用布覆盖 目的是避免刚出炉的拖鞋 一下子接触冷空气 降温太快会缩水太多 造成过大误差 土豆鞋的生产 它是经过一个高温的温度 让一个环保的原料EVA 经过温度让它融融之后 射进到模具里面 经过十分钟的一个收成 之后再经过木炫的一个雕塑 让它定型 那这个时间 必须经过大概二十分钟 让它冷却 一双土豆鞋制成只要三十分钟 但是前置作业却是大工程 每一个尺寸都必须开一组模具 从制涂到打样 然后塑形 模型出炉后还要精修 土豆鞋的巧思和工艺 还不止于次 翻到鞋底竟然是一个电脑键盘 侧边还有一个模拟开机键的小心机 屏东科技大学 它有一个实验 他们发现说原来整个鞋大底 如果用矩形 矩形就是方形或者是长方形 用矩形的方式来做排列 它那个排水速率会更快 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说 我们想要设计一个矩形的 真的是想了很久 就是连钢琴的键盘什么都想进去 但是都觉得不合适 所以一直到最后想要ending的时候 结果我太太就突然间灵机一动 她说每天我们在接触的这个键盘 可不可能变成我们的整个的设计的元素 因为它键盘就是很多矩形所构成的 虽然威柏卿用拖鞋开拓出新商机 但牛头牌的历史仍然属于台南经济奇迹 走近毅历65个年头的老鞋场 翻出历年款就像一部台湾经济发展史 令人怀旧 踏鞋鞋就是早期的工作安全鞋 因为早期不管是做鞋 做头水还是抓鞋 他们很习惯就穿这个鞋 因为早期这种香蕉底 第一个比较直滑之外 那也能够防以前的钉子 那现在后来钢钉这个会穿得过 以前比较软的钉子不会穿过 所以最开始的是以这个踏米鞋为主 早期针对南部人的脚型和需求 设计多种日常用鞋 从学生穿的运动鞋 到农民用的踏米鞋 这些锁定族群的鞋子 让牛头牌在南部开出辉煌红盘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办法做一双鞋 来满足所有的人 那是不可能 你要做一双鞋 从老到少 从男到女 全部都要喜欢这个鞋 这个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 我们要去锁定一群一群的需求者 有需求才会有消费 好几双看似朴实的阿公拖鞋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热卖款 在拖鞋领域搭马步站稳之后 也开始往同样对拖鞋需求 不小的亚洲发展 从缅甸 那那个日本 还有那个 香港 新加坡 陆陆续续 我们已经开始在做这些外销的一个动作 以及具台湾特色的拖鞋打入外销市场 不断推陈出新 这只来自台南的牛头 用苦干食干的精神 在国际舞台至高气昂 好 透过影片我们可以知道 拖鞋怎么会有这么多种类 而且还不同的机能 所以今天要访问 牛头牌的负责人魏百庆 请他来好好跟我们介绍一下 他从回去接班以后 其实跟很多 二代接班人一样 有时候是不得不的一个选择 逼着自己一定要往前进 否则的话 这个家业可能就这样断了 所以我们今天好好来请教他 欢迎魏百庆先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个百庆其实好几年前 我曾经访问过您 那我看到说 这一个您的产品 真的是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说也很高兴说 你这个拖鞋一做 你看不是故意拖时间 而是我记得说那个转型 就是从拖鞋这样子 不同机能开始的话 那真正你想做 其实是这个鞋子 拖鞋其实本来是你回家 回到这个家里来帮忙的 这个其实一个转型的 一个产品而已 结果没想到你一做这么久 而且产品越来越多 这一点有没有超过你的想象 有 跟人生的规划不太一样 但是会觉得很有趣的就是 早期会做拖鞋的原因 就是因为想要在小池塘里 当大鱼 因为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拖鞋这一个区块 然后这个领域 当我们一投入之后 我们后来发现 哇 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市场 而且很多人都非常的需求 那主要是像在台湾的话 就是中南部 中南部的人穿拖鞋非常的多 那中南部很习惯 就是穿着拖鞋就上街了 那跟北部不一样 北部他不太习惯穿拖鞋上街 对 你们家那个品牌 其实很受欢迎的 牛头牌 是台湾的老品牌 因为到现在已经超过一甲子了 对不对 对 已经63年了 而且刚才整个Local 真的是一头牛的牛头 就老黄牛 老黄牛 是苦干实干的这个精神 你们家鞋子以前超夯的嘛 对不对 那时候台湾那时候 全盛时期是怎样 哪些鞋款是最受欢迎的 如果讲学生鞋的话 学生穿的当然就是 他们的帆布鞋 学生鞋 这些都是必然的 然后另外 如果在工作的时候 早期就会穿踏米鞋 因为踏米鞋 就是早期的工作鞋的意思 工作鞋 就农民在穿的 对 为什么叫踏米 他是真的用来 踏米其实它就是日文的tabit tabit就是一个竹带的意思 竹带鞋 那其实它就是它的底部 是一定要用纯的天然橡胶下去做 这样子那个以前的钉子 比较不会贯穿过去 所以它一定有个厚度 对 而且它的拇指跟其他四指 要分开 其实我们的拇指跟四根脚趾 如果能够分开下去做训练的话 像现在我们很多文明病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应该要睡前 就做一些运动 比如说把你的那个脚趾头 有一点像在握拳的感觉 你能够这样子握 那其实你要睡前 这样子跟他握个三十下 那你再稍微把你的两个脚举高 大概你撑二十秒再放下来 其实那天晚上你就会特别的好 所以尤其现在冬天到了 你会觉得你的手跟脚 就会开始暖和起来 所以这些运动是必要的 是 顺便教我们怎么运动 简单的运动 因为这段时间我就是一直在想说 怎么样子从脚的保健 然后从这里一直在研究 所以你会说好像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 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 我们都觉得这对人的健康很重要 那所以我们就一直往这个方面去研究 那这个踏米鞋现在还有在生产吗 已经停产了 已经停产了 对对 因为在台湾的整个市场 已经整个萎缩 需求几乎是很少很少 除了是要买回家给长辈们当纪念的之外 否则踏米鞋在台湾已经 我们已经没有在生产 那你如果没有生产 我们怎么买回去当纪念呢 就真的剩下没有几双了 因为就已经一段时间没有再继续生产 可是没有它存在的价值吗 有 但是所以我现在也在想怎么把它变 变一个形式再出现 因为台湾的踏米鞋 我们需要再去做另外一个新的研究 因为早期的踏米鞋的做法 因为他要去烧解这些香蕉 它有一些味道会出来 那左右零射当然闻到这个味道是不舒服的 那我们为了这个环保的因素 我们也需要把它停产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我们将来一定会再做更好的东西出来 你说他那个鞋垫鞋底是跟一般都不一样 因为你们现在的材质 因为也是要符合这个环保的趋势 那一定要用原来的吗 可以改变 所以现在很多东西可以替代性的物品可以出来 而且像我们也许过了五分钟 我们觉得很短 但在全世界可能一起在研究这个材料 已经不晓得跑出几百款了 这个速度实在太快了 看谁先做出来 对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 怎么再研究更好的材料材质出来 那有什么款式是已经断货 像除了踏米鞋之外 主要是踏米鞋 其他有的已经都卖大概超过三四十年 像那个学生的帆布鞋 到现在还是有人有需求 那我儿子现在读高中 他也好喜欢穿这个帆布鞋 我还想说这个踏米鞋 如果有其实圆钉也可以用 对不对 对 以前是折八木匠 泥水匠 甚至抓虎都会用到这个踏米鞋 对 因为它非常感觉让你扎扎实地踏在这个土地上 那种感觉 对 而且止滑 止滑 对 这个是超实用 我们现在说你赶快也发出来这个不一样的鞋底 那还有那个机车主用的那个刹车鞋还有吗 刹车鞋还有 还有 现在还是很受欢迎吗 一定是鞋鞋有达到一定的量 你们才会继续生产吗 主要就是说因为在南部有一些人 他骑机车 他会特别喜欢不去用手去按那个刹车 他就两只脚在地上磨 所以常常在那个红绿灯你在等的时候 听到嘶的声音 就已经他两只脚在那边刹 在已经在那边刹车的动作 这个也是蛮特有一个景象 所以我们稍后回来还问问看 有什么样的鞋款还继续常买 当然有些鞋款是推陈初心 意想不到的机能的拖鞋 稍后回来 牛头白的这个拖鞋 打响的名号 当然这当中发展的过程 一定有值得我们去参考的地方 那百姓您在做这个拖鞋 等于说你回去接这个家业的时候 之前是那个运动鞋 被这个外国的品牌 所以打得快要 等于说快要做不下去了 那你那时候去思考 怎么样重新触发 选择就是从拖鞋吗 还是中间有别的选择 中间当然有几个实验 当然就是没有成功 但是后来我们就是 转到拖鞋的时候 我发现说 因为从运动鞋的这个基础 也就是说从一个 比较高阶的一个做法 来做比较低阶的拖鞋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它的空间是可以发展的 因为早期的拖鞋就是平平的 然后一个像鞋面 就让你可以穿着走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运动鞋 其实它里面是有幅度的 那如果我们让我们的拖鞋变成有幅度 穿起来会更舒服的话 那它是不是就变成不再只是单纯的拖鞋 而是你可以穿着出去外面走动 去运动的一个运动型的一个拖鞋 那你爸看你这样子变成做拖鞋为主 会不会觉得有点失望 想说我们家就做这个鞋子 这么近的鞋出发了 怎么现在你都以拖鞋为主呢 早期 早期爸爸是不讲话 但是爸爸是从头到尾是很挺我的 很支持我的 因为我都会把所有的状况 都跟爸爸报告 那爸爸其实他就很乐在其中 他也会想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他也常常会给一些意见 接受度很高的人 对 他从以前就不太会设限 而且他是很乐在其中 然后他有的时候 也会出很多的点子 所以其实你说好像是我自己做 其实不是 是爸爸还有公司很多的前辈们 就一起来做这个事 对 其实你们公司应该也是一个属于 比较快乐的大家庭 这个流动率应该是甚至很少的吧 有待四十年四十几年 也有五十年以上的 对 因为为什么这样 我看你影片里头 我真的有老师傅 我想说他们 因为你曾经你回去 然后当然我们会觉得说 你接着这个家业 那有时候你转型期 可能要进行什么裁员 整病这一类的 但是你这些老员工 你几乎他们都留下来 每一个都是宝 每一个都宝 不会把宝贝往外推 宝贝一定要把它保留起来 这个最重要 所以你推出 你刚刚讲说 你这个转型过渡期 也有一些失败经验 但是你后来以拖鞋为主 哪一款的拖鞋 让你开始去 真的得到一个成功的结果 贝壳鞋 贝壳鞋 我看你这里有带来 贝壳鞋是怎么样 它是给你什么灵感 贝壳拖鞋是什么样 主要那个时候 也是遇到一个瓶颈 那在思维很难钻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在部落格上就认识一位 那个在嘉义的贝壳叔叔 吴继壮先生 他就给我一句话 他就说贝壳也可以是生活 那我就头脑就在那边想 贝壳也可以是生活 是什么意思 对 我就跑去嘉义找他 然后他就送我好多颗漂亮的贝壳 然后我就带回家 就那个时候刚好是过年 就一边过年 我就几乎在那里一直在想 那后来想说 其实那个上帝创造万物 他都有他的一些特殊的功能 像贝壳在海里面 那么深的海里面 他可以抗得住那些压力 水压很深 很大 他能够抗得住 一定有他特殊的功用 然后就在想说 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仿生学的概念 放到我们的商品上 所以贝壳鞋的最开始的那个部分 就是从他的整个最后的那个竹根的地方 我们用一个扇贝 因为扇贝就形成一个空巢 因为大家都在讲 需要那个做做那个气垫 其实你做气垫 不如我就是做一个空巢 让他的功能性凸顯出来会更好 所以这个就是做贝壳鞋的 一开始的一个发想 然后做空巢 那旁边我们当然那个排水纹路 我们就用整个海带 那整个把它关联起来 是 而且也蛮美观 你看最后是不是有个扇贝 对 后面是扇贝 然后那个本来还有设计有海星 那之前还有设计有水母 有很多东西 但是后来像这个是鹦鹉螺 在最前面 就以前我们的那个起吻的概念 那所以这种做法 会让整个的鞋子的一个设计 我就觉得我们可以让鞋子的设计 不再只是单纯鞋子 所以贝壳鞋也算是你推出以后 非常受欢迎的一款 对 就是到目前为止 大概每一年 全省的这个销量都是 我们算公司排第一名的 哇 这是个长销款 对 那你那个人质托呢 也是从你开始吗 人质托其实它在早期 就有所谓的蓝白托 蓝白托是台湾比较早期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军来台湾 那因为美军来台湾 他本身有很多都长了香港脚 因为因为他们不适合在台湾的这个气候 所以就容易长足弦 那结果他们美国那边就是来台湾 这边做这个蓝白托 让美军可以穿 是 那所以他们就是找台湾 尤其在清水那个附近的一些人民 来做这个鞋子 那也把技术配方整个都交给台湾的人 去做这个鞋 那所以蓝白托在早期就是代表 好像是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拖鞋是这样子来的 一直都现在都还是很有代表性 但是你们就不碰蓝白托 因为这个太普遍了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因为蓝白托它本身也有 你看起来它很普通 它其实也有它的专业的技术 也有学问在里面 这个蓝白托 有 有 因为那一双其实还蛮便宜的 是是 但是它的用料 它的做法 它只能 我们只能说 它真的是薄利多销 是 我们可能目前它也有请我们 来帮它做一个推广跟销售 那这种推广跟销售的时候 其实我们卖的话 其实利润也都很少 但是因为有这个需求 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一个 大家会觉得送人家鞋子 会觉得不太好 这个传统上 但是你却就是推出这个喜字 可以让新人当伴手礼的 你是完全颠覆了大家的传统观念 其实你要想嘛 那个说不要让不要送鞋的原因 是怕人家走路嘛 但是你我们换个角度啊 我们送鞋给你是陪你走到天涯海角 这样的不是好走 陪你走到天涯海角 你看你穿这鞋你就想到说 我的心爱的对象送我这双这么好的鞋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的想法 而且后来台湾不是很多结婚完之后的新人 他们就会去国外 尤其去海边能够度假 所以他们就需要一双人字托 那如果他们穿着这个喜气洋洋的人字托一出去 是不是就相对的会很开心呢 对 你看有国具联谱的啊 有各式各样 其实有些这个到海外当伴手礼也挺好的 有有而且很可爱因为每一款都有它的故事 那这个喜字我说给新人当作白手礼 你把它用横的看的时候它是OKOH 它就是两个要结婚就是你OK我OK 两个都说哇好棒 你们这个人字托一双是卖多少价格 市价就是290而已 所以就很平民平价这样子 那你们的销售的管道这个通路是怎么铺 就是有分几种一种是像在运动盘 就是它比较大型的 那也有一些像在菜市场的 那当然也现在会有在网路上也会有人来跟我们订购 菜市场的也有 然后运动的那个专门店也有卖 对 都有 你这个销售的平台很广 你怎么想这个事情 因为有些人他想要区隔他的品牌的某一种价位等级 所以他基本上那种专卖店 运动的专卖店跟菜市场不会同时去铺货的 其实我们是希望说 好的东西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 功能性的话就会遇到有几个的目标 有的已经在做 有的现在还在努力中 好期待 有什么特别的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已经在做的就是像那个土豆星球 土豆星球就是有很多 他要是足底筋膜炎 他脚底会痛 他穿鞋子很痛的时候 其实他来穿我们的鞋子 他可以舒缓 是 因为当时的设计特别就这个部分来认真来研究 所以如果给他一双像比如说土豆鞋这种好穿的拖鞋 他等于说是比较减压是不是 对 他就走起来就比较舒服了 对 让他其实每天他多走十步二十步 对他来讲都是有帮助的 很重要的 对 所以我们会很希望说尤其是那个银法族的这些长辈们 他们能够多动 因为要活就要多动 是 那如果我们的鞋子 他能够穿起来帮助他容易多走一些路 多运动一些 我们相信对他的健康都有帮助 那至于说后面有一些 也是概念上的鞋子 像我在桌子上就预备的这个鞋子 对 我还在想说这什么鞋子 感觉到好像还可以防雨吗 对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发展厨师鞋的时候 所想到的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是现在还是一个概念还没推出来 我们是希望做一个鞋中鞋的一个概念 就是类似变成是这样子 一个鞋垫 但是他的鞋垫变成是一双鞋子 当我们穿到外头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想穿一整双很闷着的鞋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双鞋可以一鞋两穿 那可以比如说室内拖 我看你拿出来是室内拖 然后要出门就直接套上去就好了 对啊 就可以出门了 就这样套上去就可以 还可以骑摩托车 也可以 而且它整个是非常的软Q 非常的好穿 就是好清洗嘛 对 对 那它的面呢 这外面的鞋中鞋 它的面是什么料 因为现在只是一个构想 还没有完成 那现在就是说先秀出来 那大家看到说这个是我们的想法 那这种想法跟创意 我们也一直在想要怎么样子发展 会让它更实际 而且消费者喜欢 那你会申请专利吗 因为现在曝光的话 大家都可以做就不用再专利了 就不用啊 就是大家曝光 所以我想说你现在因为大家如果说真的来仿制 那个是速度是很快的 没关系 因为一个好的东西能够让大家一起来共享 我觉得其实专利有的时候保护的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那像我们这样子一秀出来我们是希望说有想法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发想 你看那个布希鞋 气垫鞋 你们家早就有这个概念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很开心嘛 我们所有的东西就大家一起来共享 因为好的东西只要更多人投入精力来研究 那一定会产生更好的东西 对 讲到这一点其实那个布希鞋是不是最早是 其实那个概念就是你们开始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圆钉鞋 那失败了我们就是有钻洞 钻洞就可以放笔 放简刀 失败的等于有点废物利用 早期的圆钉鞋就是类似长这样子 但是它就是我们失败了 一个洞一个洞 那后来怎么会变成某大品牌这个力推的 而且很受欢迎的布希鞋 也不知道 不过很好 因为这样子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是地球一个 我们今天也是地球车 地球一个大家共享很多想法跟资源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 是 那另外一双我们看到另外 这个是我们比较接近一个成熟 后面这里就会变成让它能够套住 就比较不会跑走 对 看起来也就不像拖鞋了 后面还有 看起来稍微有正视一点 然后这个鞋底就是想要把这个想法 放到这上面 当这个鞋子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希望做鞋中鞋的概念 不过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 让消费者了解一下 这个用键盘的概念 键盘的概念就是比较防滑 对 因为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波浪状 很多也都是波浪状 以为波浪状会最排水速度会最快 但是后来刚好在评科大那边 他们有一份报导出来 他们有一份论文 然后就是鞋技中心的一个朋友 有跟我们讲说 你要不要设计用矩形 来做这个鞋底 来做设计 那我们一想到矩形 我那时候已经急着要推土豆星球出来了 那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想要想要举行的概念 那我太太说那等一下给他三天的时间 他再想一想 那结果他就想了已经快要时间终结了 结果他就突然间就讲说就用键盘 每天在用的 对 他说这个跟我们的想法很接近 一定要举行 而且是大家都不陌生的 那就让键盘陪着我们 那我们就去做测试 不管是他的排水系数 或者是他的止滑程度 也真的很不错 我们下一段要回来 来问问看 你看有这么多纪念 其实刚刚介绍的是一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 了解一下说 为什么牛头牌这个拖鞋 可以有他们这么大的一个特色发展 我们稍后回来再看看别的 牛头牌的这个拖鞋 机能很多 我们刚刚聊到的是鞋中鞋 等于说你还在研究当中 就赶快跟我们分享了 那其他的机能拖鞋 你觉得你比较看好哪一块 你觉得未来是很有商机的 我到目前为止 今天也借着这个节目 跟台湾所有的朋友们 来讲这段话 就是我很希望说 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是非常止滑的鞋子 因为我不管是自己的亲戚 或者长辈 或者是朋友的长辈们 尤其是引发族 只要是一跌倒 一跌倒 那个都不得了 因为可能他要是骨头一断的话 少说在床上三个月 六个月 就是跑不掉 是 但是就算他好了 他也变成气象台 只要是稍微天气要变了 他就开始骨头痠 那个就很痛很痛 而且光是你说三个月半年 很久没运动 那个肌肉都萎缩 然后功能也会变差 对 而且不是只有他在痛苦 是整个家族 因为大家都要一起去陪他 然后如果是家里的家境好的话 还可以 那万一家境不行的话 怎么办呢 是 所以你很看好这一块 因为台湾也老人化的社会 很需要发展这一块 我一直很想要发展一个鞋 就是当它的止滑程度 是能够比现在所有的商品都好 你刚刚有讲到那个矩形 还不能满足你吗 对 因为它只是一个造型而已 那它的功能性跟材料上 材料上现在这里很需要 有这样子的能量在进来 是 你大部分鞋底 都什么样材料 因为现在一般会觉得说 这种很轻的是不是塑胶 那塑胶是不是有瘦化剂之类的 现在材料你们家发展到什么阶段 那其实已经几乎用不太到塑化剂了 因为塑化剂在使用的话 对整个环境也不好 而且它算作是一种环境荷尔蒙 尤其是对小男生小女生都不好 而且这个我们当然台湾 现在已经开始 很多人已经开始不用塑化剂 那但是如果材质能够再提升 就是它的止滑度 止滑度不可以只有在干的时候而已 止滑度尤其在潮湿的地方 那当然有一个梦想 说如果在有油的地方 有油渍的地方 那它能够不能够也不太滑 是 那厨师最需要了 对 所以在这几个环境里面 我们都觉得能够止滑 这种功能是将来很重要的 像你们已经有一款所谓的厨师鞋 对 但是这个还不能满足 还不够 对 我们觉得这还不可以 因为还要再往上升 因为你要一直无止境的往上进步才可以 那材料的话 这个研发 你看你做鞋子跟材料 因为隔行如隔山 所以材料方面 你会觉得说国内台湾有办法 就是满足你的需求 就是这个其实要仰仗别人的一些努力 对 那你有觉得说这个是不是要靠进口 还是台湾其实可以发展出来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很多 尤其是学界 他们都有这个能力 只是这些资源到现在没有整合起来 很可惜 因为台湾的学界像不管是城大台大 这些学校都有非常非常棒的 这些材质的研究 是 因为他们有材料所 不管是金属材料 或者是缩瓦材料 他们都有研究 但他们这些资源没有办法 很普及的运用出来 那我们反而会觉得说 要是政府能够做好这个产观学的合作 那我们会很乐意的 希望说有这些的活水进来 不然我们一个小小的企业 没有办法 很难去 因为这个门槛也很高 对 因为这个我们光是要去找这些人才 要找这些材料 要再找这些设备 真的是很难 但是因为学校本来 他就有他的实验室了 如果能够把这些资源用出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很渴望的 是 那我以为说 其实看你那个鞋底 纹路很多 他就很止滑 结果你今天跟我说 其实还不够 还不够 所以我就想说 为什么 其实这个我没有想过说 这样子居然还不够 你们是检验上有一种什么样的方法 你知道说这个是不够 还可以更好 因为我们除了 因为国家现在没有这样子的标准 世界上也没有这样子的标准 所以要多少的止滑度 才叫做是符合规则的 那但是我是觉得说 虽然没有人有这个要求 我们要自我要求 那你问我说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是希望说 如果能够在一个四十五度的斜坡 是在玻璃的斜坡上 我们跟它用水 甚至到时候用油 我们去走的时候 还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 至少的一个目标 那就厉害了 那你现在这个机能鞋 还会有其他的 继续研发的机能吗 因为你看你还有这个 所谓的医生鞋 护士鞋对不对 对 这个护士鞋 尤其你今天其实有带来 我们看白色的这一张 这是还没有开卖的 还没有 今天牛头白跟我们分享 很多还没有卖的 这个护士鞋子 因为我们看护士那个 他每天要站的时间非常久 我们希望他能够久站 而且有一些人 因为他的工作性质上的需求 比方说是老师 护士 而且护士 护士他不是只有站很久而已 他还要跑 有的时候一有 有的时候一紧急的时候 你看那个护士人员 他们是用冲的 急诊室 对 因为家父刚好在前年有生病 他刚好心肌梗塞 就在医院里面我就看到 那些护士人员真的我也很感动 他们真的是用冲的 在处理这些事情 那我里面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也帮这些护士人员们 给他们最好最安全的一个产品 那讲了很多的这个拖鞋 其实你最终其实还是做 只能鞋子 不管是运动鞋或是休闲鞋 这些鞋子 这个拖鞋本来是你的过渡而已 只不过想要怎么越做越多 因为我们画出一个线性图 会发现说可以做的拖鞋还很多种 包括高跟的拖鞋也可以做 因为女生也很喜欢穿高跟的 对 但是高跟鞋就是 这个对人来讲是健康是不好的 对 但是如果高跟我们来跟他做个缓和 他一样要高一点 因为他的目标是高 但是他就不要让他的脚尖 跟脚跟的距离差太大 他差太大的时候 他的脚踝容易受伤 那如果我们让他再平一点的时候 他也可以增加他的高度 那其实他看起来又更修长更漂亮 我想这个是 接下来也是拖鞋类的一种发展 那尤其你高一点的时候 像要是有的女生 他去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 因为地上有的时候是湿湿的 他也会比较安心 比较不会去采到水 让整个脚都变湿掉了 那你鞋 大部分采用的一个材质 是包括哪一些 有很多种 像EVS一种 橡胶 TPR TPU 这都很专业的 对 因为我们都很习惯 用这些材料下去做混合 那有的时候就是说 用稍密度的方式 来增加它的舒适度 这些都是可以一直发展的 那外销呢 其实除了人家来台湾买办手里 外销是怎么拓展 外销其实也是很因缘忌讳 因为像我们目前有出口到缅甸 那缅甸因为他们很喜欢穿假脚拖 因为我特别到缅甸去 去了解他们的情况 才了解说为什么他们有穿假脚拖 因为他们下午常常突然间下了一阵大雨 然后那个如果你穿运动鞋 你是没有办法走路的 那如果你穿拖鞋 一般的拖鞋 你的鞋子是会飘走的 所以他们一定要穿假脚拖 那所以他们假脚拖的需求量很大 然后主要是因为有来台湾读书的 缅甸的侨生 然后他们就来台湾 他们就认识我们 然后他们就特别把我们的商品带回去 然后他们就这样子慢慢做慢慢做 做到现在那个量也都慢慢在 每一年都有进步 那他们等于说做代理商 我是希望说他们直接在缅甸 就把牛头牌注册成为他们自己的品牌 这样子 对 因为那个是属地主义 你去注册的就是你的品牌 那他本来是说希望我们去注册 我说不好 因为这样子在经营上 你会觉得是在帮我打品牌 我说你就是在那里 你就是牛头牌 你要自己打品牌 结果他们就真的 夫妻两个就这样子投入 那到现在都做得相当好 一般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那是你们的品牌 没有关系 因为在那个地方 他就是在地耕耘 他好好的投入 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那这真的叫牛头牌吗 他叫牛头牌 还有英文的巴法罗 他都注册了 人家以为就是出自你们的 是我们供货给他 然后他自己在经营 我觉得这相当好 你也不会觉得说他将来 有可能越做越大 甚至于人家以为说来自于缅甸 他不是来自于台湾 没关系 因为好的东西 就是能够让他在因为地球车 全球能够运转 这是最重要的 你们鞋子有这么多精神 其实不止缅甸 所有东南亚的 你看我们这么多的侨生朋友 其实都可以 是不是可以复制这样的经验 其实只要愿意 我们都没有关起门来的 这种想法 随时都是打开门 是 我们还会有好多观众 对 尤其你看东南亚的国家 也要是这个属于这个热带的 那拖鞋就很时穿时用 是 好 那我们希望说 牛头牌可以更发扬光大 希望以后在海外 是 很多国家都可以买到你们家的鞋子 谢谢 这一定可以这样子达到的 好 也祝福你 是 那到时候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 谢谢收看 赢在地球城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